大众发心研究弘扬冷言经 希望能够令正法久住 冷言经是佛门中最著名又尊贵的佛教典籍之一 它是正法的指标 是破写显正 可以令旁门走到原形毕露 无所遁形的一部经典 八天的研讨营 就是说能够带给大家的 就是说在短短的这个八天里面 每一位学员都能够掌握 整部冷言经的那个它的大纲 所以冷言经它可以分为这个物门 修门正门还有这个注定门 我们就是用现代的这个科技 荒藤片 所以能够在最短的时间里面 能够把整部冷言经的那个深奥的毕礼 把它带给大家 这次呢非常荣幸呢 我们马来西亚尊圣佛学会呢 得到进攻上人的这个肯定 那给我们的机会呢 在这里呢 为大家分享这部冷言经 那之前呢 后学在学佛之前呢 其实有很多不正确的见解 那自从有幸呢 在三年前接触这部冷言经之后呢 他发现到 原来过去我们所了解的一些佛学的一些 知识啊 医理啊 是不正确的 那现在就非常高兴能够继续学习下去 人眼睛内容包罗万象 实为含有 对宇宙和人生的奥秘 世界的成因 众生的因缘 解脱的程序 以及邪真的辨识 没有一处 不意意剖析 次第分明 可以说是全部佛法之纲要 欢迎大众把握此次难得的法缘 波容前往光德寺 紧紧用功 法界新闻 参谋章林新宇高雄采访报导